放生所埋的洞 埋的时候 吼吼泼泼的 放后就全部死掉 是不是这样有罪过 这个罪福 是在心 你真有救护众生的心 有过 没有罪 如果你是 贪图功德 贪图佛报 这是得不到的 这个要晓得 这个放生 是平常 不是佛菩萨的 节日 特别的日子 这样做就错了 平常 比如你们上菜市场买菜 看这些动物很活泼 你估计它 真正能活得下去 你买了房子 你救它一命 你看它那个样子 买了之后放到 它活不成 那你就不必了 为什么呢 它也是受业报 也是受业报 看到之后 给它念个三皈依 念吉尊佛号 劝它的求生进度 这样就好 跟它借个善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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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